海豹日常 嗨歡迎來到海豹日常早安 現在我們已經起床了 來跟各位介紹一下房型 這邊是兆豐農場 我們先從門口開始 這個門口是使用鑰匙的 要用鑰匙才打開 並不是B卡的 一進來之後就是一面牆 那是不用插卡的 這邊本來就有可以插這個卡 門口走進來有兩張主椅 中間一個小插機 個人覺得空間還蠻大的 看一下 旁邊有個台燈 接下來看一下 這全部就是兩張床 每張床旁邊都有一個窗頭櫃 看一下它的對面 這樣子看電視就很非常的方便 有沒有 躺在這邊就可以看電視 那電視旁邊 有兩個大的衣櫃 你可以放自己的遺物 可以掛在裡面 再來這邊就是化妝台 那化妝台有個缺點 就是人家說床不能對化妝台 這樣自己起來呢 就看好可怕喔 自己變劉德華這樣 好我們繼續走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衣櫃的大小 這衣櫃蠻大的喔 這你可能塞這一個禮拜的行李啊 其實都還是夠的 上面也有空間可以放 對吧 看一下 然後來另外一邊也是一樣的 這個 然後在這邊有兩個門喔 它的衣浴跟廁所是分開的喔 看一下 它的廁所你發現沒有洗手台對不對 它的洗手台非常特別 就是你沖馬桶的時候 上面就會流水 這應該是一個環保的作用喔 用在另外一個 使用其他的時候 我覺得這個 設計呢還蠻方便的 然後另外一邊的衛浴呢 我們看一下 另外呢它的衛浴呢 給的備品其實 它還蠻齊的喔 四個杯子 然後基本的 牙膏牙刷 都有 還有耳棒 這邊是放毛巾 洗臉的那個毛巾 沒有 都會弄在這裡的 這些衛浴呢 都非常的大 昨天的問題就是它的 水量非常的大 那在這邊呢 我們就不開了 OK 整個房型呢 它還是這樣 那我們現在要去吃早餐 剛剛沒補充到的喔 它的 這個吹風機呢 是一樣是傳統的 這種壓了 但是我覺得這種比較好啦 這種比較不會過熱 它就停掉了 再來它的電視台 我昨天有看喔 它的第四台 是沒有的喔 它都只有五線台 看一下 有沒有 70呢 就直接跳16 看一下它的莊園喔 我覺得還蠻不錯的喔 它是這樣獨立 一間一間的 這幾間看起來比較大 其他都比較小 那個還有兩樓喔 有沒有 有沒有 然後呢 我們這種呢 還是合在一起的 但是我覺得還不錯啦 有陽台 好 現在我們已經進來它的餐廳了 看一下它裡面有什麼 第一排呢 是它的沙拉醬 然後這邊是它的配料 有一些番茄跟生菜 還有玉米 那過來就是烤麵包 這邊有醬可以拿 這邊有三個 然後有吐司 好像這個是全麥 就是一般的 這樣有兩種 看我現在那是 冰心地化 這個應該還不錯 我就等一下會吃 就是基本的火腿跟香草 就是烤麵包 跟青龍椒豆 這個讓我剛才去大陸的時候 這看起來非常的爛 跟烤麵包 這邊有清蒸南瓜 這個醬燒其實看起來還不錯 然後是季節食蔬 然後是蔬菜類的 那這邊就比較偏中式 有花生 然後筍子 肉鬆 然後是蒲襪是不是 然後跟這一個 還有麵筋 它現在這個是粥的部分 這邊有紅菊頭 鹹粥 這邊呢 剛剛肉介紹到 我們最近有美式咖啡拿鐵 這邊呢 都是飲料區喔 蠻有基本的美式拿鐵 咖啡拿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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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是杯 然後是杯子 然後它的人影 只有兩種 一個是鮮奶 一個是檸檬紅茶 那我讚 就是喝檸檬紅茶啦 然後再來可以配麥片 好各位 我們已經吃完我們的早餐了 它的早餐呢 大概都比較偏中式 然後偏西式的 然後偏西式的 大概只有一兩 就是德國香彈燈 火腿還有麵包而已 我個人呢 是覺得一般般 它的西飯我還蠻喜歡的 有點鹹鹹 又不會太燙 我覺得還蠻好吃的 那再來 說昨天住的部分 住呢 我是覺得它的空間 真的是蠻大的 但是呢 它的床喔 有點軟 然後加上那個床的空間 真的太大 我平常都睡單的時候 有點不奇怪 它那個床太軟喔 有一個問題就是 它支撐不了你身體的重量 所以睡起來呢 會有點腰痠背痛 那我今天是還好 昨天我覺得 昨天睡得很舒服 那住一晚的價格呢 是2198喔 大概是2200左右 那我個人覺得還蠻划算的 只是它的 早餐呢 稍微可惜了一點點喔 不然那個早餐配上去 可能2200就真的是 CP值非常的高了 整理住下來 我覺得還OK啦 那今天的影片要到這裡啦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 記得幫我按讚分享 還沒有訂閱我的朋友 可以幫我訂閱一下 我是海豹 海豹日常 我們下次見 掰掰